中國籍的漁船在金門外海翻覆事件 現在算一算時間已經半個多月過去了 現在還在找真相 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呢 明天將邀請海委會的主委管碧林 以及秋太三來進行專案報告 現場最新 連線直播 好 專長但你關心立法院今天的重頭戲 就在內政委員會 因為今天趙偉高金素美呢 是安排了金門三無船翻覆案的專案報告 但是這個專案報告的名稱是引發爭議 因為他把這個名稱取叫做金門撞船案 而且還來邀請這個海委會主委管碧林 以及主委會主委邱太三來進行專案報告 這就引發管碧林不滿 把這個書面報告的名稱 改成了取締大陸漁船的這個事故 但是呢 今天呢 高金素美呢 也展開了反擊了 他是請助理在內政委員會的發了一張傳單 上面是寫說這個管碧林呢 其實昨天有發了兩封簡訊來給高金素美 其中第一封呢 是來向這個高金素美 表示說在這個專案報告的名稱上面 有一些過程 那還有一些失禮的地方 希望高金素美可以上期量查 不過第二封呢 是提到說 海巡裡面有一些原住民的同仁 而且還提到了升遷等等的字眼 是讓高金素美批評說 難道是要用原住民的升遷來交換這個書面報告的名稱嗎 你再聽到國民黨團總召的最新說明 這個管主委有所謂篡改這個立法院議程報告內容 我們在這裡深表遺憾 畢竟國會並不是屬於哪一個政黨的 這是全民所託付一個監督的立法機構 對於過去前所未聞 一個看守的政府 竟然在兩岸發生這麼重大的事件 這金門的撞殘事件甚至會引發插槍走火危機國安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全民都能夠了解事實的真相 而海委會的管主委竟然用如此巨傲的態度 來篡改立法院即將議事的這個主要的內容 所以我們在這裡不只屬於譴責 更應該要管主委跟整個國會道歉 好是可以聽到傅昆奇批評說管碧琳呢 應該要勇於面對事實來做專案報告 而不是應該 而不是要來交換或者是任何的封口來作為條件 希望可以來交換這個專案事件的報告 也是認為說這個管碧琳擅自篡改了這個專案報告的名稱 是在藐視國會非常的遺憾 希望他能夠來向大家道歉 不是只有對哪一個黨來道歉 而是應該要對大家全民來道歉 不過今天這個管碧琳呢 也來到了民進黨團假動的黨團大會呢 來進行討論 預計也是會來討論 待會國民黨團的激烈攻防要怎麼樣來因應呢 那其實稍早呢 其實這個會議已經開始了 不過呢 藍綠維是炒成了一團了 藍維呢 是希望這個管碧琳呢 要來道歉 但是綠維也是來積極護航 大家也是為了這個管碧琳的簡訊炒得不可開交 那稍後的最新消息也將持續為您掌握 以上是立法院最新 我們在實際上 2nt1 3nt1 3nt1 nopece車 5nt1 5nt2 3nt1